不是用武魂抽人的感觉 果然不错 你看我们赵无极老师又跟浩爹学到了一手 自从赵无极被唐浩暴揍后 便也喜欢上了不用武魂虐才 原来这天史莱克这些小怪物们 仓灰学院发生了冲突 就算对方是斗王级别的导师 史莱克七怪也无所畏惧 奈何这个家伙的武魂是指老王八 七怪联手攻击数个回合也无法打破他的规格 学生们受欺负了作为老师的自然要出手 虽然嘴上说着他们太惨 但赵无极打心里还是非常满意的 毕竟眼前这位导师要比孩子们高级的级别 将这群孩子打发离开之后 赵无极则开始调戏仓灰学院的导师 并嘲讽他是只大王八 这下这只大王八被彻底激怒 立即开启武魂准备攻向赵无极 只见赵无极一个巴掌直接将他抽猛逼 赵无极此时异常的兴奋 将对方荡成人肉沙包不断的揉面 将对方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后 我们的赵无极老师便潇洒地回到了房间 朱竹青率先跳到最高处观察情况 原来是一只千年修为的凤尾机关蛇在作馆 此魂兽非常适合食物系的小奥 只见唐三立即使用蓝银草锋锁住了这只魂兽的行动 虽然暂时地将它控制住 但奈何这只魂兽进入了暴走状态 就在他彻底失控之时 赵无极老师及时出手 直接将这只魂兽打得毫无反抗能力 就在小奥准备击杀这只魂兽之时 两个人隐从森林中缓缓地走来 来者说出这条蛇是他们先发现的 而赵无极也看出了此人的身份 没错来者正是魂兽界颇有威名的盖世龙蛇夫妇 特别是他们夫妻的五魂融合戟 可媲美一般普通的封号斗罗 可如今只有蛇婆一人在此 赵无极也是丝毫不拒 这时蛇婆提出要用魂兽界的规矩来决定 让小奥与他的孙女进行一番比试